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于2月27号到4月4号在瑞士日内马举行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昨天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此次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并发表致辞 秦刚表示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当人权判官 人权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遏制别国发展的借口 针对当前国际人权事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会议上深入阐述了中方主张 包括坚持走符合各国实际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坚持全面促进和保护各类人权 坚持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对话合作 他表示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只会水土不服 强加于人更会一害无穷 单篇强制措施违反国际法侵害当事国人民基本人权 必须立即无条件取消 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当人权判官 人权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遏制别国发展的借口 各国应共同反对有的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工具化 反对有的国家无视并无力解决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却到处充当人权教师爷对别国指手画脚 秦刚强调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关键在于我们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 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中国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对于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 不断炒作中国的新疆西藏事务 企图借此攻击抹黑中国 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秦刚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欢迎不带偏见的各国人士到中国走一走 看一看亲眼见证事实了解真相